现场用手机拍张照就能及时生成虚拟化身 全靠强大的晶片效能 5G手机旗舰晶片大战将在第四季开打 联发科端出天机9400 要和高通的骁龙8 Gen4一较高下 专两家都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进入头片阶段 加上先前苹果发表的A18晶片 台积电迎来大单 三大手机阵营实际上都会持续投单 在台积电的这样3奈米制程 应该已经可以达到7到8万片的12寸晶圆的这样一个月产能 而且这个部分还会持续扩充 应该可以达到12万片的12寸晶圆 专家分析台积电3奈米家族工不应求 可能会持续满到2025一整年 进入第三季电子业旺季 加上美国就业数据出现降息希望 科技股强势 周一台股继续冲冲冲冲 以23,550点开出 盘中大涨超过400点 沾上23,966点 再创盘中新高 平盖股发威 台积电大涨40元 来到1045元新天价 红海涨4.9% 大力光也飙到3,075元 大涨6.22% 苹果也导入了AI的一个生成式的AI功能 因此市场也相当期待 在今年苹果的一个新机的一个销量 会比去年还要来的成长 台积电的部分今天是在创新高 今天大涨40块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指数的部分今天也大涨了三四百点 市场对苹果新机有期待 大力光7月11号将召开法说会 台积电则是7月18号举行 投资人高度关注第三季展望 期盼听到好消息 明示新闻杨思敏 梁俊乐台北报道 COVID-19来势汹汹 明示新闻为你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四选五十 四选二十 加入明示新闻台